在這個1031 exchange of real property 裏 它是代表了雙方的 而它們大家知同意 很多時我們的英文寫 with the knowledge of 即時說 with the knowledge 其實就是一個字 to know with consent 其實就是agree agree或者consent 深一點的英文 那呢 principle agree that 雙方都贊成了佣金 在這個地上 也去找一個獨立的股價師 就是量過200尺 200元一帽 即是給30個A架 200元一個A架 即是6萬 嗯哼 6萬 是的 但是呢 在這個情形 即是說 兩天close之後 那個broker呢 收一個offer 它是500元一帽 在這個地上 即是有個人高價買 500元一帽 那而broker呢 之前呢 是沒有deal過這個人的 那這個broker呢 就買了去高價啦 那就是 究竟行不行呢 那他這個呢 就 雖然他說 是 但是他根據這個故事呢 他就說 沒有什麼 沒有犯法 沒有犯法 那就是那個關鍵呢 就是說 因為他是 之前不知道這樣 嗯 其實是不是這樣 其實這條 是不是就是說 你是broker 我給你的commission呢 就是30個acre 嗯哼 是 給你30個acre 那當時的價值呢 就是 只是200元一個acre 是的 然後呢 那30個acre 就屬於你的嘛 那你遲些 買回去 賣 這個 500元一個acre 沒有所謂的 因為 那30個acre 已經屬於你的了 所以你沒有犯法的 是的 可不可以這樣說 那條題是不是D 當然D D 對 所以他這裏就是 對 那怎會有辦法可言呢 因為 你三個A當然是你的了 你做什麼都可以 不是啊 如果是 但是如果是他之前知道 那麼他就變成了 不是Feduciary 了嘛 因為他之前知道 有人 那個A價 不止200元的 哦 我就是你 我就是你講那個 我明白了 你就是你講那個deal 他幫他買些某地 你 你